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千诚探秘》 这是一桩韩国建筑史上的第一场剧 韩国民众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工程 这样的管理方式 居然也能通过政府审核 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柜子手 完全无视人们的生命安全 为了一己滋识炒接人命 实在最大恶极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30年前的韩国 山峰集团收购一片垃圾掩埋场 准备建一座办公大楼 但在会长李李的建设过程中改变了计划 决定建一座名叫山峰的百货大楼 这栋建筑于1989年下半年竣工 1990年7月7日开始营业 这是一座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购物中心 山峰百货不但规模大而且胆次高 是当年首尔的地标之一 南北两翼两栋侧楼 以巨大的香各玻璃在中庭相连 墙面的装饰是意大利粉红色大理石 货架上陈列着高级服饰各种家具及奢侈品 五楼有多家时髦的韩国餐馆 来此消费的都是经济能力高的市区上班人员 三分百货平时业绩非常好 平均每天营业超过50万美元 日平均接待顾客约4万人次 这在当年可谓是首尔百货行业的翘楚 在国内地位相当于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 然而百货坍塌的灾难就发生在开业将满五周年时 1995年6月29日早上8点 百货店的设施经理李永洲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 桌子上留有夜班警卫的字条 内容大致说 昨晚顶楼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因为百货才刚通过定期的安全检查 因此经理这事也没放在心上 两个小时后 位于商场五楼的川原餐厅联系的李永洲经理 他们发现餐厅内的一颗住址周围出现了巨大裂缝 宽度竟然可以塞进一个拳头 经理决定临时关闭餐馆 并嘱咐员工保持沉默 以免引起大家恐慌 董事长和其他高层对此唯一的对策 就是把顶楼的货物和商铺移至地下室 但没过多久 百货里的人发现楼体发生震动 管理人员认为是冷气机震动所致 因此关闭冷气机 土木工程专家也被邀请来检查建筑结构 得出的结论是 整栋建筑有垮塌的危险 但董事长仅仅因为当日客流量非常大 不想损失巨大利益 无视了专家的话继续营业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决定 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下午4时 三分百货大楼楼顶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但在地下室的人们和管理层对此毫不知情 顾客们也在幽兰志得的购物 魂兰不知灾浪即将降临 下午5时 四楼天花板下线越发严重 工作人员因此封闭了这一楼城 大约5点50分 楼上又传来一声更大的巨响 并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断裂声 大楼开始激烈摇晃 这时工作人员拉响了警报 并开始说上顾客 人们慌张地在警报和轰鸣声中奔向出口 可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6点05分左右 楼顶开始垮塌 而起支撑作用的沉重柱 此时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倒下去 楼板一层一层的掉落 致使整栋建筑有一大半 几乎就瞬间全部垮塌 把四层的地下室全部填满 韩国曾经标志性建筑 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便在20秒内移为平地 因为当时客流量巨大 约有1500人被埋在废墟中 几分钟后警车和救护车也蜂拥而至 现场一片混乱 这场不该发生的事故 导致502人死亡 937人受伤 随后调查人员得出事故的原因 人性的黑暗面也暴露出来 最初的设计是一栋四层的办公楼 但在建设途中 董事长却将其设计成一栋五层的百货大楼 这一改不得了 导致很多沉重柱被取消 以腾出空间安装手扶梯 且要增加楼层 其二 偷工减料 装错钢筋 把直径为80厘米的承重柱 缩减到60厘米 中间的钢筋也从16条减到8条 使大楼承重力减少近一半 在四楼用于强化混凝土 楼板的钢筋也装错了位置 本来与地面相差5厘米 而实际相差10厘米之多 原来五楼计划作为滑冰厂 但中途改成八家美食餐厅 混凝土地面下添加了一层地暖设备 方便韩国人席地而坐的饮食习惯 此外 这栋大楼的空调设备 重达87公吨都被安装在楼顶上 超过设计标准的沉重负荷4倍之多 韩国一位幸存的女士说 如果那些设计楼的人 盖楼的人 管理楼的人 都能把这栋楼当作为自己所爱的人而盖 那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 在这一场灾难的背后 管理城贪得无厌且缺乏基本建筑常识 施工方偷工减料 运营管理麻痹大意 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做好 都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